大家好,我是MG,这个8年了,终于这个玉碧新加坡领头开发的这个传奇霸业 School and Bones,然后中文正式一名是碧海黑帆 要定档了,应该是今年年底,咱们就可以玩到了 然后的话,这次的话,也是推出了一个CG,还有一个这个时机的一个演示 实际上这个时机演示里面很多东西是在今年2月份也是有过的,基本上都类似的 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肯定是有玉碧本身他自己的一些问题 这个大家玩玉碧的懂的都懂,咱们就不多说 但是整体他改动的方向我还是满意的 这里就不给大家看那个过去太过详细的一些影像了 到时候我做视频的时候的话,肯定是给给大家减上啊 他早期的一些那个呃早期的预告 这个游戏一开始的一个立项的话 他并不是照着现在这个CG和预告的这个方向去的 他最早的话,相当于是把刺客信条4黑旗里面的海战部分拿出来 然后当时阿玉家的头牌游戏是呃是彩虹6号围攻 所以说他当时做的这个方向就是类似彩6围攻和for honor啊 荣耀战旗一样是是走的这个6v6啊5v5的这种纯pvp 那么当时就感觉不行啊 因为你这个体验的深度太窄了 就是呃海盗船然后对打 然后的话完全没有什么体验深度 因为他要考虑到平衡性啊各方面 他把接闲战给砍掉了 接闲战就变成了类似于呃这个我们现在常见的那个处决计啊 就跟处决计一样必杀或者处决一样啊 所以说他只是一个过场动画了 所以当时给人的感觉的话就是缺乏体验的深度 当然也不是我们自己感觉啊 他们呃预逼新加坡他们也觉得可能是这个原因 所以说这个游戏一拖拖了8年啊 拖到现在呃预计是今年年底是可以玩得到 但也不排除可能会像之前那个超越善恶二一样 呃炸个尸对吧 炸个尸然后又死了 死了也死无的杳无音信 这超越善恶二是一点消息都没有了 也是太离谱了 当时是和2077一起重新复苏的啊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声音了 难道是看着这个2077爆死以后 不敢随便拿出来卖了 也有这个可能啊 呃但无论如何的话 现在至少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新的碧海黑帆的这个预告 同时的话 碧海黑帆这个游戏也从当时呃几乎是刚刚成立的这个在东南亚的新加坡 新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工作室这个预备新加坡 当时他们应该是呃刚成立啊 这一下子晃了八年 当时一开始是100号人在做这个项目 现在是说是扩充到400号 400号的话还把其他的预备的这些兄弟工作室也都带上了 包括预备成都估计也是呃做一些这样主要是美术内包吧 主要应该是做美术尤其是人物呃 大家玩过forowner都知道其实在搞这个呃中古世纪到近代的这一些服装和人物这块预备成都做的还是可以的 尤其是他这个碧海黑帆的呃背景的话是印度洋海道啊 并不是加勒比也不是巴巴里啊 也不是地中海或者说红海啊 他是呃印度洋海道 然后的话前话也说这么多了 我们就开始看一下他的这个实际演示 预告的cg就不看了 那大家都知道cg没有什么卵用啊 然后这边弹幕就关掉了 我们就看这个b站员了啊 youtube员就算了 画面的话并不是重点啊 呃把弹幕关掉的原因是因为呃弹幕都在那边讲什么黑人怎么怎么样 哎呀这个实在是不想说什么了啊 不想说什么了别的就不说了完全就是没有一点历史的常识啊 你知道在印度洋地区有黑人海盗这有什么不正常的对吧 其实我提前已经看过这个演示和cg了 其实他在历史考究方面做的还是挺好的好吧 我们开始看 welcome to skull and bones our game takes place during the golden age of piracy and a world inspired by the beautiful yet dangerous indian ocean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扮演的人物的身份的话 目前来讲的话应该只有一种啊就是流浪者流浪者相当于就是海盗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背景啊 毫无疑问和大多数的这个海盗游戏 这种的一些这个文莱啊这些当地马来人啊还有这些东南亚人本土的这些王国的官家就不太清楚了 至于是否还有华人的这个国家或者说帮会什么的暂时也没说啊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从这第一个镜头就可以看出来了 正常和其他一些比较经典的海盗游戏一样啊 会有这个官家的这个堡垒啊 然后刚才那个镜头的话 这应该是一个海盗的一个据点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就是个海盗的据点啊 这边就属于海盗的一个据点了 但不太清楚后面如果打据点战的话 是是不是能把它据点给占领啊 但我觉得从技术角度上没有什么难度 因为近几代预备天天做这种罐头啊 这技术上是一点问题没有啊 这个 刚才这个 这个地方我估计的话据点这块的话 大概率就和全境封锁没有太多区别啊 这边类似于全境封锁的玩家大厅啊 玩家在这边是可见的 然后出了这个据点外的话 可能会类似于全境封锁的白区 而不是很多那种多人的海盗游戏 或者说单人也一样啊 就是说外面全部都是鳄域啊 它可能大概率和全境封锁一样 分这个白区暗区啊都有可能 然后的话里面还有一些这个NPC估计也和全境封锁 类似啊 他的这个人物塑造啊 还有功能 我觉得大概率是和全境差不多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这边的话 呃首先的话 warehouse也就是带的这个仓库 仓库还有卡口啊 货物 然后交换物 呃首先是有这个格子的上限 再也不谈 然后的话 他的物品的话除了可以交易啊 可以用这个银币 不晓得这个银币可能是DC啊 上面写了两个DC 也不知道是呃 他自定义的银币 还是西班牙银币都有可能啊 然后的话 呃这边还有他的这个效果啊 这个东西是一个stake啊 鲨鱼牌啊 鲨鱼牌 鲨鱼牌的话 可以恢复550点的这个士士气啊 那就是船上这个乘员的这个士气啊 其他的一些杂物啊 也可以销毁 也可以去呃交换啊 然后可以上看到上面这边的话 有有三个条下面一个条的话应该是载重啊 应该是载重最这边的话最多载重量是50个单位啊 然后这边的话杀鱼船10个占5个单位 然后最上面的条的话应该是船的耐久 然后中间一个刀叉的话应该就是船员的士气啊 在checking that your cargo is stocked with items like food and ammunition once you're set it's time to head out and explore as a rookie pirate you'll only have access to a small dow 啊很经典啊 也和很多海盗游戏一样 开始就是一个小破船啊 单轨的小小翻船 at sea you'll need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condition of your ship and the morale of your crew your crew are a pack of vicious raiders and rovers who will mutiny against you if not kept well fed and happy if your ship sinks you'll lose some progress and respawn at the nearest discovered den or outpost the good news is that most 他这个叛变到目前来说听他的这个描述的话实际上就简化了 这个叛变首先一呃叛变的原因可能就是一个数值 都是数值化了叛变的话就是士气不够样就叛变 然后叛变完了就相当于船就自毁了 自毁了以后的话可能也没有提到什么人员减损啊什么的 直接你像在在这个死亡的地方就有一个棺材过来可以收点东西 其实我对这个设计的话还是不太满意或者说非常不满意 因为这个有点有点脱离这种这种真实感了 有点有点太那个了不合适你的船被击毁了以后然后留下来一个残骸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然后你叛变了以后 然后海盗就把这个船给炸了 然后大家一起葬身这个大海 这是不是有点太太讲不通了是不是 太讲不通了呀 我觉得这个设定是非常的糟糕的 太离谱了 这个公海上的玩家东西就像中立化了 谁都给减 我们回看一下 哎呀这个看的人要命啊 这边的话这个等级啊 这个等级下面的话全部都是解锁的呃 这个可以使用新的内容啊 新的任务就是contract契约就是呃 一些悬赏啊 还有新的药物啊等等乱七八糟 还有这个meto armor1估计也是剑打造啊 打造这个东西啊 然后hawk估计是句点乱七八糟 还有这一个就是背包容量乱七八糟的啊 船舱容量 哎呀看到这个系统就感觉会特别的干 非常的干 肝的一 相当的肝 肝已经痛起来了 刚才有西班牙的帆船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啊 首先的话它和早期就是N多年以前的演示来讲的话 呃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之前的话 只有这边啊 船上的部分 现在我们刚刚看到它那个寻宝的地方的话是可以下船的 但是同时呢 它采集一些呃 这个物资 你比如说船 采集这个木头的话是不用下船的 那这一点的话相当于也是做了一个简化啊 呃因为之前的话 你在刺客心条里面你非得下船 然后自己去搞啊 这个其实是很繁琐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他把这个简化了 也还行 但是这个树的这个材质多少有点丑陋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刚才这个 看一下刚才这边啊 这边你看到是第一人称 然后去插这个野生动物 但你注意这个人和海平面的距离啊 说明除了旗舰以外 应该是还可以有小小船的有帆船的 然后应该是开始帆船到呃内湖去进行这个狩猎啊 然后这个第一人称到底有有就是说操作人物 它的自由度有多少 是直接把刺客心条那套搬过来 还是只有一些特定动作 现在也不晓得 然后刚刚也看到了 这边踩石头的话也是不用下船的 直接靠近了就直接踩鸡就完成了 包括椰子也是 蓝图来喽 我擦啊 设计图又来了 干起来兄弟们 又干起来了 干已经痛起来了 又要为图纸而发愁了 兄弟们 还可以啊 你看这个船的外观 还有这个绑的东西啊 我觉得做的还是比较详尽的 比他最早的一个想法来说的话 我觉得已经细化了很多了 给他货船 trange volumes of loot navigation ship sail faster but have less cargo space and lower whole hp fire powerships have more gun ports allow you to deal higher damage but are more challenging to manure 它这个船的自定义 现在看还是风格还是蛮多的 这个我觉得还可以 至少可玩的 这个你去搜集收藏改造设计这块 至少还有很多的趣味在里面 不至于太单一 希腊虎 希腊虎 还可以的这块做的 这块做的还可以 这是快炮火箭 这边是带UI的一个场面 我们看一下 这个界面的话 我觉得还可以挺好的 就喜欢这种比较的清爽的界面 我就不喜欢界面太复杂 一复杂就头疼 一复杂就头疼 然后我们看一下 雪条来了 雪条来了 雪条的话 我就看你接不接受吧 我觉得雪条有点丑 这个雪条显示的有点丑 但是有雪条也在所难免嘛 也不可能太完全是模块化 但是我觉得也是可以模块化的吧 但是他也没有做模块化 你要像那个 战争雷霆一样做模块化 可能 可能好一点 因为有很多这个 海盗船游戏的话 是就是模块化损伤的 就不是说 雪条的 是模块化 你要把它击沉 真正的击沉 他现在走的路子 应该是雪条 再加上模块 就模块会导致功能损伤 然后雪条的话代表生命值 然后我估计他到时候的接行战的话 就是呃 到斩杀线以后 然后你可以触发接行战啊 这个看听上去有点离谱啊 但是这个也要看他怎么去做 他目前的这个雪条 只有只有这个船的雪条 没有把人员和那个呃 人员和那个船的那个呃 把健康度给分开来 有一些海盗游戏的话是分开来的 还不算少 就是大家知道海盗船那个火炮 火炮除了铁弹实心弹 然后有高爆弹 还有炼球弹 对吧炼球弹炼球弹就是用来杀伤 那个他的围杆的把围杆打乱啊 就想把他破坏 然后还有胡椒弹啊 就是散弹仙弹仙弹 来杀伤人员的 但我感觉他现在可能没有做这个经典的这个细分啊 我觉得应该要细分 呃 就是说你你不做这个细分的话 我觉得就是那种代入感和那种 那个战斗的策略可能就少了 对吧 因为因为你可能到最后 你不做那个接弦就是动作的场面 你只接弦以后 然后就是直接就斩杀 那你斩杀的话 你要是靠呃 这个船体的这个生命值 然后你来判断 那你觉得就有点离谱啊 我觉得应该是到人员死的少啊 死的多了 然后你再接钱 然后你说你胜 我觉得这个到到到可以说啊 啊 这里就是他也没有详细的说这块 但我咱们也是说一下这个事 目前来看的话 他并没有介绍弹种在这个对船 造成伤害的不同类别啊 然后最后再说一下 其实战争雷霆三年前还是四年前还是两 四年前那个羽人节活动应该是就是海盗船啊 那个是为了他出那个水上舰艇做预热的 我们继续啊 老样子阴眼系统啊 就是可以确定对面的这个船 属性还有在货 我不是很喜欢这个 哦 不喜欢这个 这个这个是玉碧做你妈的这个 数值化RPG做他妈魔阵了 我才纯纯做魔阵了 你怎么海盗船游戏 还在那边标数字 还有这个击中显示 雪条击中显示 数字 然后还是妈 刮叉 哇擦 这预避这一套妈 真的是 我是不能接受这些东西 做魔阵的时候 这边的话有接血 它这边的话会有这个相当于像EVE里面的这个警察一样啊 反正就大多数这MMO游戏里面一样啊 就是说如果你思虑也太多的话就有集思船来找你啊 这个也很常见啊 但是看到时候能反反杀程度吧 看他到底是这个上古卷轴天际里面首位的这个强度 还是GTA里面警察的强度了 这个就到时候具体看了 有些游戏里面集思船的话设计设计成的就是boss级的啊 有带有的就跟你是基本类似的啊 这个要看阿玉这边怎么去搞了 然后这边的话应该是打荷兰的官家的一个据点啊 这边是使用的火箭槽打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这边的话 呃这个登岛的这个码头据点的话风格还是挺多的 像像这个风格就有点不那么东南亚了 有点西部了是吧 这个都有点西部的味儿了 当然这个只是说一说啊 这这种风格的话在18世纪17世纪的话还是有的还是有的啊 这个时候还是有的啊 这边还有一些帽子啊 然后你可以看到人物的话 在本次的这个呃演示里面是没有去讲人物自定义的 然后在之前2月份的呃那个演示里面的话是有人物自定义的 就人物的穿着啊各方面都是有的啊 也不至于说太单调啊 from your spoils of battle personalize your individual look 这次也讲了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啊 玉璧走的就是写实加政治正确的这一套 我估计的话 呃不会太好看 不会太骚啊 不会太骚 基本上应该就是符合史实的那些装扮了啊 就大家也都知道实际上海盗的生存环境是非常非常恶劣的 就不太可能穿金带银了啊 就不会太性感了啊 预避所有的游戏里面也就彩六围攻的人是好看的啊 其他游戏呃除了少数一些套装 你像刺客信条少数几件套装好看啊 其他都是就那样了啊 就那样要么是比较严肃 要么就是政治正确啊 哦这边倒要说 我估计啊 你像他因为是网游嘛 我估计可能有一些像船和人的这个服饰和自定义的话是 是商城里面买的 抽箱子应该不会有啊 预避这块倒是还行 他不会有抽箱子啊 但是到时候有什么战令啊 去干计票 然后去干战令 然后有内购商城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八九不离十了 或者说99.99%会有啊 因为他预购的话已经是奖励那个人物了 孤岛惊魂能看没有 孤岛惊魂是吗 第一人城 能看又怎么样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现在的话 这个范围是 呃 广义印度洋啊 整个印度洋 大家玩这个批设游戏 对这个应该非常熟悉了 对吧 这对印度洋来说非常熟悉 不管是维多利亚 还是呃 欧陆欧陆风云的话 应该对这个印度洋整个范围 沿岸都应该非常熟悉了 钢铁雄星的话 还是印度洋上的战争少一点啊 印度洋上的战争 海战稍微少一点 啊 然后的话 他目前做的范围的话 已经是把呃 非洲沿岸也是做进来了 所以说他可能整个地貌和海域的变化 还算不算少啊 然后的话 现在应该是马六甲海峡 印度沿岸 呃 阿拉伯啊 阿拉伯地区 然后再加上 这个 这个 索马里啊 看了 看一下 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再确认一下 沿岸 对吧 那看到了啊 这边基本上就是从 非洲沿岸啊 然后再到 婆罗州中南半岛啊 这一块啊 这一块地方 印度尼西亚群岛啊 这些去 呃 马六甲海峡这些东西 他后面 我觉得他如果运营的好 肯定是会拓展的 啊 运营的好的话 肯定是会把这个区域拓展的 再拓展到东亚呗 东亚 对吧 这个 台湾海峡 然后再往 黄海 渤海 东海 这个南中欧海 就南海 我觉得拓这些区域 如果他他做的好啊 就是他的营收比较漂亮的话 拓这几个区 我觉得应该是在 第一 或者第二第三 反正较近的一个更新里面 就会跟了 因为加勒比 跟加勒比的话 太遥远了 除非他直接是传送副本啊 不然的话 加勒比的话不会跟的太早 应该如果后去拓展区域的话 大概率是先拓展东亚啊 东亚的话 然后再把日本的 倭寇啊 倭船再搞进来 然后运气好的话 会把中国的宝船搞过来 但实际上这个时期 应该已经是清朝了 已经是清朝了 明朝的宝船应该是 应该是没有了 对吧 但是毕竟是游戏 对吧 他在把明朝的大宝船 搞过来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对吧 反正游戏嘛 越更新就越魔幻 对吧 这个这个是逃不了的 对吧 一开始可能很很很很 很符合史实 后面就魔幻起来 也是有可能的 然后的话 日本的帆船 再加上朝鲜啊 朝鲜搞个龟船 也是有可能的吧 对吧 他你玩家没有 那你搞个他官家的龟船 也是有可能的 对吧 这个拓展也是有可能的 再再拓再拓 就拓到白令海峡 对吧 美洲沿岸啊 美洲沿岸再加上北极啊 北极圈 这个都有可能 然后基本上拓的话 差不多就拓完了啊 然后我觉得他其他地方拓的话 就没什么好拓了 因为呃 苏伊士运河还没开凿呢啊 所以说他想把巴巴里海道 也就是地中海啊 北非沿岸 还有加勒比海道 嗯 搞进来的可能性不太大啊 那 但是我觉得可能会把好望角 马达加斯加作为后续的一个区域更新的可能性很大 然后马达加斯加更新了以后 再绕一圈嘛 沿着这个非洲大陆再绕 绕到西非对吧 绕到西非黄金海岸 然后再北上北非再到直布罗陀海峡啊 回西班牙老家 对吧 都还是有可能的 如果他运营的好的话 还是还是有很大可能说拓展拓展到全球的 他说是大航海的黄金时代 应该来说的话是1600年到1800年之间的200年吧 应该是这个200年的环境啊 应该200年环境 不会再往前啊 也不是再往前 大地理大发现时代啊 应该是大发现以后啊 海盗时代了啊 1600到1800之间啊 之间 应该是在18世纪前后的左右啊 这200年啊 当然他肯定是后续会有所吃输嘛 你像猎杀对决一开始限定的年份是很紧的 只发生在1895年当年 但他后面更新嘛 就开始吃输嘛 把时间往前往后都推了一些啊 我们继续看 怎么卡了 这个极端天气的话肯定还是要有的 这个的话 这个就属于像类似于暗区里面的 安全窝或者说很多MMO游戏里面 PVP区里面的战局商人啊 类似于这种东西啊 或者黑商啊 这种概念啊 说到这里呢 妈的尼基塔的灯塔商人到现在还没出呢 藏宝图来喽 我擦了 新兴的效果做的并不好 当然有可能是这个视频的马绿的问题 这边说你牛皮嘛 你就可以去打官家的堡垒啊 我可以说 还是可以吧 还可以吧 我的评价是值得一玩 值得一玩 这个不多说 值得玩 然后的话 说是今年年底11月8号的话就会上线 但谁知道呢 然后看吧 看这一作到时候是什么一个情况吧 预购的话就没有必要预购了 预避的游戏不会真的有人预购吧 预避的游戏是完全没有必要预购 然后这个 它的登录平台的话是全平台啊 全平台都登录的 全平台都登录的 这个不多说 然后都是 旧时代的这个主机就直接放弃了 它也是跨了8年 从PS4的时代 初期直接就跨到PS5的时代了 也是挺离谱的 然后的话 因为不登录steam 所以说购买上面价格的话 没法 没法好好的薅羊毛 到时候再看嘛 再看这一作怎么搞吧 这一作到时候看着它怎么去处理吧 反正没有必要买典藏版也没有必要预购 到时候是是情况而定 然后的话 应该就到头了 然后它这个UI风格的话也是走的现在预必统一的风格 这玩意单独拿出来 拿到那个彩虹六号围攻或者彩虹六号围攻异变 或者异种或者拿到那个全景封锁 你这logo拿出来或者再拿到那个孤岛惊魂 你这UI风格你随便换一座 或者换到再换到那个看门狗 这UI都没得变 对吧就没得变 对吧 你都不会觉得有违和感 有个抢先测试 然后刚才讲了 它这个肯定是有这个付费的这个皮肤 有付费皮肤 然后这是烟花信号弹 反正这种都偏 还是以写实为基础的这个服装的话 就会可有可不 至少对我来说的话 就可有可不啊 并不喜欢这样的风格 这风格的话就显得比较的粗广啊 这最典型的就是 对吧 荣耀战魂啊 For Honor 荣耀战魂里面的话 其他的所有势力都他妈的脏兮兮的 也就中国的势力看得比较舒服 其他势力都脏不垃圾的 对吧 就中国的还是漂亮的 行 那么这次他的演示就到这里了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值得一玩 值得一玩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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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